北渊民间三个月后 你可听说,尊主最近要进行大赦 听说了,为小公主小柿子祈福,因此大赦 北渊真的遇上了一位仁德的好尊主 这一切不曾想,全被其风听到了 原来常义都已经有了小柿子和小公主 那可要好好给她回个礼 北渊房内 思云、思河来到娘亲这来 云河拍着手,让思云、思河爬到自己这 小孩子尝起来,真快 一下子都已经学会爬了 两个小娃娃跌跌撞撞地扑向云河 娘亲,爹爹这几日都没怎么来陪思河玩 思河想爹爹了 思河嘟囔着小嘴和云河撒娇 祝,因为事先 所以会开口说话就能流利表达 思云也好久没和爹爹玩了 两个小家伙一左一右抱住云河 云河都快招架不住了 好啦两个小调皮 爹爹肯定最近公务比较多 所以不能陪你们玩 娘亲陪你们玩不好吗 云河用了一丝法术 变出了两个小唐人 两个小家伙一看到好吃的 马上乖乖做好 不过云河也在想 刚刚思河说的话 常义最近确实很忙 大部分时间都在凌双台 每天晚上回到房间 也忧心忡忡的 来人 我要去凌双台 云河越想越不放心 决定还是去亲自看看 凌双台 尊主 现在已经加强了巡逻 但还是有寻兵看到 起其风一直在筑地偷偷摸摸 尊主 要不我去和表哥谈一下吧 比较应该还有一点兄妹情分在 清瑶看到常义最近因为 其风的行踪 愁眉不展 想为他分担一些 但他内心其实 也还是很担心 其风会干出格的事 虽然不是亲兄妹 但是这么多年的表兄妹情 他还是不希望表哥出事 少主 无妨 其风不怀好意的出现 肯定是有所图谋 还是小心为上 云河站在门外 握紧了手里的点心盒 原来常义最近竟有这么多忧心事 自己却一点也不知道 夫人 您怎么站在这 怎么不进去 啰嗦看到 云河愣住门外忍不住问道 啊 没什么 我给常义准备了一些点心 尊主就在里面 咱进去吧 好 殿内 尊主 夫人来了 常义还在担心 其风有什么不良企图 一直没注意到云河 要不是罗索提醒 他可能还在深思 云河 你来了 我都听到了 这几天 你一定很辛苦吧 云河放下手中的提栏 拿出一块糕点 递给常义 没事我来了 有什么困难 我们一起面对 其风 他最近一直潜伏在北渊 寻兵 已经看到他好几次 但又没干什么违反北渊法度的事 我也不好下令抓捕 你说我该怎么办 云河 常义这几天辗转难眠 一直忧心忡忡 整个人精神都不太好 我好害怕 他会对你不利 我不想你再受到伤害 我现在不是真真切切站在你眼前吗 不要瞎担心了 云河拉住常义的手 希望给他一些安慰 而且我一直和你待在一起 又有交人印记 不会有什么事的 是啊 尊主 夫人现在一直陪着小柿子小公主 从来没独自出门 而且现在寻防也加强了人手 您不要太担心了 若那个其风真有什么图谋 我们立刻就把他拿下 啰嗦也开始宽慰常义 尊主 我轻摇在此表态 若其风干出危害北渊法度的事 我绝不训思 常义看着眼前的众人 好 大家众志成成 必能护北渊安宁 是 我等惜听尊主号令 大家都已经散去 既然你一直担心的事都解决了 是不是该去看看思云思河了 让我也放松放松 他们俩这几天可把我折腾得不轻 云河开始向常义撒娇起来 天天吵着要找爹爹 是吗 不知道是想我 还是想我教他们变鱼尾呀 常义看着撒娇吃醋的云河 忍不住笑了 趁云河不注意 偷偷在云河额间留下一个吻 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吧 突然被吻的云河 反而有点害羞 他的大尾巴于没想到还学坏了 房内 两个小家伙看到了常义 兴奋得不行 争先跌跌撞撞地向常义扑去 跌跌你终于来了 思河好想你 不得不说小思河的嘴特别甜 常义听到特别开心 跌跌 思云义好想你 知道你们想跌跌了 这不是过来陪你们玩了 和孩子们待在一起 常义脑海中的烦恼 全部烟消云散了 跌跌给思河变小雪花 我想要小雪花丝合的小手 趁机拉住常义的手 开始用力摇啊摇 这换谁也招架不住 这么可爱的小家伙 怪不得之前空明看两天北渊 就恨不得早点回去陪木叠玩 常义终于理解了 正当常义与孩子们玩得开心的时候 突然罗索来报 尊主 有人发现不防战被袭 事态有点紧急 什么 可查清是什么情况了 大尾巴鱼你快去看看吧 这里有我 好 我去就回 不防战 参见尊主 怎么样 是何人可查出了 常义环顾了一下四周 虽有些粮仓损失 但还好没有人员受伤 那便好 啰嗦 即刻彻查究竟是何人所为 是 可此时 常义不知道对方真正的目的是另一边的云河和孩子 齐峰来北渊之前招募了一些手下 让他们去攻击不防战 而他自己运用一荣术 变成一个侍女 混进了北渊后院 房内 云河正陪着两个小家伙 突然门外 夫人 尊主说要在不防战住扎两日 派我来告知您给尊主收拾一些衣物 好 我知道了 思云思河 你们俩在这好好玩 哪都别去知道吗 娘亲去给爹爹准备一些衣物 马上就回来 两个小家伙点点头 娘亲我会看好妹妹的 云河刚打开门 一手怕散出了一股迷药 云河 因毫无防范之心 立马倒下了 齐峰轻而易举地推开了门 两小家伙还以为娘亲回来了 没想到看到一个凶神恶煞的侍女 害怕地哭了起来 齐峰怕哭声引来人 慌乱之中抱走了思河 远在不防战的长翼突然感觉到焦人印记有异样 立马找来啰嗦 我先回一次后院 你在这盯着 是 当长翼着急忙慌赶到后院时 只见被迷晕的云河和下哭的思云 他赶紧把云河抱到床上通过焦珠给他疗伤 思云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妹妹呢 妹妹 妹妹被坏人抓走了 呜呜呜 思云哭得已经有点说不清话了 长翼顿时明白了 齐峰这是声东击西 云河迷迷糊糊地醒过来 只觉得头疼难忍 长翼 你不是在不防战 怎么突然 刚刚好像有人找我 我就倒下了 云河 我现在要和你说一件事 你千万不要激动 云河看到长翼的眼神 又瞧见哽咽着的思云顿时明白了 不会是 不会是思河他 云河声音开始颤抖 他多么希望 这不是真的 他宁可被劫走的是自己 是 思河 但是我已经吩咐下去全力搜寻 一定可以找到他的 你刚刚被迷药迷晕了 现在好好待在这 我去找思河 我已经传信给洛洛让他过来 云河沉浸在伤心之中 无限地懊恼 让他400公 bolag 我已经证明了 我缘下了 就像初音乐 这一刻 然后他在实际上